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说过我们今年可能会办新家 我很期待就是装修的过程 还有自己就是可能我想要自己去做点家具 或者做点设计 因为我们之后会发一些关于房子的装修 所以待会呢就会给大家来看我之前有拍的房子里面的高照 它其实就还是一个毛皮房 而之前是因为带姥姥来看房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先拍了 那今天反正也进不去 不过还好我之前有拍 没事 我给电我们这边没事 我们今天你却那么少 要不你就却不习惯了 真的 真的 没问题了 你们自己传就看 这次是什么 你要宽敞 你要宽敞吗 宽敞 还喜欢哪个房间 你别习打个房间 对 这个也有个 好点 对 对 哎哟 哎哟 你别习惯了 你别习惯了 然后现在还没装修 现在还是这样 像毛皮房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电梯的门口 这是厨房 厨房 哈 这厨房有点小呢 我现在往地下室 我拿手机用转 这里面有点冷 这个房呢 它的面积是300多平方 算是蛮大的 有一个地下室 然后三楼 两个阳台 这里面 对 这个地下室 这是一个客厅 这边是客厅 你看这个大楼 不得到前光镜 对吧 这是前光镜 所以 然后这边是车库 诶 等一下 就两个是我们的吗 然后其它是别人的 蛤 这么大 这我感觉停一辆小的车都可以 这都是我们的 我两个都有按上充电器 所以Max今天是要来交停车位的钱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当我听到停车位是要花钱来买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震惊的 在听到那个价钱的时候瑟瑟发抖 居然要这么多 据我所听到的那应该是几万起跳 如果我有错的话请记得在留言区域纠正我 我们到了二楼这一边 我这边就有个阳台 其实它每一楼的房间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自己的书房 二楼的话应该是有两个房间 这些三楼 我刚刚说我喜欢这个楼梯是因为 我感觉有时候不想爬里面的楼梯了 可以来爬外面的楼梯 那种feel就不一样了 这是三楼 爬到这边就可以看到对面人家的阳台 三楼的阳台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搬来这边阳光会非常的充足 因为如果你觉得家里晒不到阳光的话 你就可以来阳台那边晒一晒 重点是可以烧烤 然后我们现在住的一楼就是阳光不足嘛 然后也不通风所以就很阴冷藏 没有那种阳光晒过的味道 这个房是一个很新宗式的连排别墅 然后这个位置是位于一个山脚下 这边前面路到两侧放了很多风车 他们说是为了要欢迎客户 有回到家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过 车库两个车库多少钱 我前面有了 我他妈 这是你们家还过最贵的车库吗 也不是 它其实并不贵 你还骂刚刚 它那么远 你要考虑它那么偏 然后呢 我们家现在住的车库多少钱 跟那个车库可以比 那边的地不值钱 这边的地值钱 可是它以后会发展吗 它以后会不会发展 不能因为它以后有会发展的可能 它现在也卖的贵 那我以后有成为明星的可能性 我现在就去卖我的签名吗 这样可以吗 有人要 对呀 就是没有人要 所以不应该这么卖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我觉得它最狠的那点就是 你的地下车库就在你家门口 然后你不买 你就怕别人买了你家门口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车放了 对 你就感觉很奇怪 所以说你必须要买 那个车库不管卖多少钱 你都一定会买 这就是最坑的地方 就有种 就是你已经上钩了 对 就是你房子已经买了 我就卖这么多钱 你肯定是要买的 爱买不买 对 你爱买不买 但是就是大部分人一定会买 他自己门口的两个车库 所以这个是很坑的一点 但以后买房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个车库的问题 你对以后的房满意吗 不满意太贵了 400多万贵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真的挺贵的 可是它贵嘛 跟某些情况下比 它就没有那么贵 很难 很难去衡量 很难去衡量了 反正我是觉得它很贵 房子一方面贵 然后其次它毕竟有这么大的面积 其实装修有人是吃一笔 不小到开销 然后它现在地面上是三层 地面下是一层 可是一层的那个层高 大概有五米 五米多 五米四左右 所以要把隔整两层 那么算上来就是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总共五层 就要装一个电梯 那这个电梯呢 是一定要装吗 因为老人住肯定要装 而且地上上下五层 你开车到家 你要爬五楼 爬自己的房间 你就相当于住这个楼 没有电梯 怎么可能还是要有电梯 电梯蛮贵的 所以说光装电梯 就可能要十几万二十万 然后因为我们车肥 又有点冷 然后冬天呢 光开空调不行 就要装地暖 地暖可能要有十多万 反正只铺两层 如果铺五层 天哪 这个价格是我乱讲的 大概了 然后想看 那么多房间 五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要有卫生间 六个房间 有六个卫生间要装修 天哪 一个厨房六个卫生间 就我住的那一层呢 可能就是要装的比较现代一点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工业和那种感觉的 然后可能我父母那边 装的比较心中是 稍微偏简约一点 爷爷奶奶那边呢 可能就会 更加老年人一点 它的整个风格也是非常割裂的一个楼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新中式的连拍别书有什么想法呢 我特别想要知道马来西亚人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价钱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一间很好的 或许可以买到海景房 一定能买到 我们上次看了 明明就看到有了 槟城的那个海景房 比这还要便宜 所以以后我们也会更新装修的内容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们啦 就以省钱的方法来装修吧 肯定不会很华丽 但是就 肯定不会很美 但是也不会特别丑 对就是实用 记得订阅转发点赞评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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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